好 主播帶你來關心 新北市三重警方 日前是破獲了一起竊刀案 有一名34歲的高姓竊賊 是從公寓的頂樓垂降下去 並且是足成看到沒有鎖窗戶 並且沒有人 就直接闖到屋子裡面來刑竊 到處搜刮現金 以及金氏金條等等的一些貴重物品 至少犯案十多件 得手超過30萬元 警方日前是接獲這個報案 是有許多住戶 是表示說三魯一帶 有人被闖空門 而且是有搜刮的情況 不過警方怎麼調查 都找不到這個人 後來才發現 他竟然是變裝之後來刑竊 刑竊完之後 會再換一套衣服來逃逸 警方是循限掉月電眼 才終於抓到他 日前的時候是發現 他在其中一個公寓裡面 是直接的攀爬到了 二樓的遮雨棚上面 到處行走 並且是直接打算進入的時候 就被警察給抓到 這回終於是將他給逮捕到案 警方也離析說 他的手法其實當時 就是謊稱說自己是一些電纜的修繕人員 並且是直接按電鈴博取住戶的信任 才會闖進這個公寓裡面來行竊 那幸好現在是已經落網 也讓附近的居民是稍微安心一點 不過還有沒有涉及其他的竊案 因為他也有過去有一些相關的前科 還要再釐清 以上不能講的最近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